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 首先,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俗话说,人老了一把老骨头,全靠骨架在支撑着。 年轻人摔一下,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 而老人摔一下,十有八者就会骨折的。 是因为骨质通通的原因,造成了骨质通通的原因在于骨质的流失, 导致了骨密度降低。 周医上说,肾主骨生髓,老年人由于肾气渐衰, 所以会出现骨质松松。 老年朋友们不仅是肾气衰退, 全人的技能都在衰退的, 所以想要预防骨质疏松,光靠骨膳是不行的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好的食疗方。 只要坚持一个圈内的时间, 腰部酸了,腿部疼了, 不但可以很好地预防骨质松松, 还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。 身体越来越近, 越来越硬朗了, 吃麻麻香。 我们先准备一把玉米, 不需要太多了, 大约30克就可以。 加入清水。 用手抓拌抓拌, 我们把玉米洗干净。 玉米是一种本科植物之王, 羊鸟特别的高达, 在日本, 玉米岛又被称为了是发癌抗癌的食物。 玉米杏凉, 微干, 龟肾经, 脾经, 就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, 而且能够非常好的补肾, 滋养脾胃。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是很多的。 玉米中富含又热的蛋白质, 钙, 银, 铁, 等等。 日常生活中, 我们可以经常地吃一些玉米, 能够很好的补钙, 而且能够防癌抗癌。 对身体的好处是很多的。 平时可以包一些玉米汤, 打一些玉米豆浆都非常地不错的。 而且玉米还是一种美容的实际, 就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的。 经常吃玉米, 可以使我们女性的皮肤变得红润有光泽, 特别地有弹性。 玉米看似特别地干净, 但有灰尘杂质的, 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好好地洗一洗。 吃的东西不要掉里清新, 洗干液食用比较放心的。 抓拌好之后我们控水撩出来。 放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把黑豆, 黑豆二三十克就可以了。 加入秋水。 用手抓拌抓拌, 我们把黑豆洗干净。 黑豆属于豆中之王, 养点特别地高。 黑豆腥干, 龟脾肺精, 能够害好地刺不过我们的干肾。 沥水甚深, 黑豆中的钙, 铁, 维生素, 维生素B12都非常地丰富。 日常生活中,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黑豆的, 能够特别好地刺补我们的干肾。 尤其男性朋友们, 可以刺补干肾, 撞羊。 我们购买黑豆的时候需要注意, 如果洗黑豆的时候, 碗里面有很多的黑色的东西掉色, 说明黑豆是染过色的。 而像我这样, 黑豆怎么洗都不会掉色, 这样的黑豆没有染过色。 吃起来比较放心的, 使用着更加安全。 抓拌好就可以控水捞出来了。 放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把莲子。 莲子是钥匙两用的食材, 既可以入药, 又可以食用的。 莲子的口感非常地不错, 香甜软糯又好吃的。 购买莲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, 尽量选择里面没有带硬心的。 硬心特别的苦, 影响口感的。 如果有用心的话, 一定要去除。 我们抓拌抓拌, 把莲子洗干净。 莲子性干瓶, 胃干,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。 莲子不光口感好, 一样压着也会更高的。 富含优质的蛋白质, 钙, 磷, 碳水化合物, 还有我们人里需要的氨基酸。 经常使用莲子, 在这里预出很多的。 莲子看似干净, 这里也有灰尘, 所以我们要洗干净。 而且需要注意, 买莲子的时候, 尽量不要选择太白的莲子。 白莲子是漂过白的莲子, 吃起来不是很安全的。 像这样微微的发黄就可以了, 这样莲子没漂过白, 吃起来跟着放心。 炒饭好, 控水捞出来。 加入清水。 我们把莲子, 玉米, 黑豆, 浸泡一个小时, 因为它们比较坚硬, 不好煮熟的。 浸泡过后, 能够缩短烹饪的时间。 而且煮出来的味道, 会更加的好吃的。 再准备一把红枣。 加入少许的面粉。 用手抓拌抓拌, 把红枣洗干净。 红枣沟壳里面, 有好多的灰尘不好洗的。 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。 可以把红枣沟壳里的灰尘, 全部吸附出来。 这样写的红枣特别的干净。 红枣属于药汁量的自补佳品。 日常生活中, 我们可以多吃红枣。 特别是女仙朋友们。 每天吃上三到五颗红枣。 美容养颜。 自补甘肾。 每天吃三到五颗。 静止一段时间, 我们的皮肤、气色会有点好的。 而且眼睛好几岁。 红枣里面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, 能够延缓衰老。 在古代的时候, 早就把红枣作为自补的佳品了。 现在也是特别好的自补佳品, 拼命能够吃起的自补品。 我们泡茶水喝, 直接吃都是可以的。 红枣不光营养高, 口感也很好的。 甜甜的, 软软的, 糯糯的, 很香。 红枣刷拌好, 再换两遍清水洗干净。 多洗两遍, 把面粉洗干净, 砸着灰尘洗干净。 红枣洗干净, 用剪刀, 等着小巴。 澡湖需要去除不要打, 澡湖很燥热, 不要食用啦。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, 天一般就比较热, 如果再吃澡湖, 更加热热啦, 使用心情烦闷, 烦躁不安。 再准备两小半干山药。 干山药, 入药效果会更好的。 山药健脾养胃, 滋补干肾。 小朋友们, 老年人一定要多吃一些山药, 健脾养胃。 尤其小朋友们, 皮肥不好的, 消化不好的, 白爱吃饭的, 我们要多吃山药的, 还做一些山药汤。 接下来, 帮忙准备好的山药片, 红枣碎, 黑豆, 一米莲籽, 倒入锅中, 加入清水,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, 中小火慢煮30分钟, 小火慢煮, 各种煮出来的香味还有作用的。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容易, 请您画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制好之后, 成为完整就可以直接喝了。 莲子健脾直线, 补肾固精, 而且能够平补脾胃, 乙气养阴强精落。 红枣含有多种维生素, 提高人体的免炎能力, 抑制骨肉充充的贫血。 一米健脾力受的效用很好打, 能够输筋活络。 制作之后我们可以经常能喝一喝, 做法比较简单的, 营养价值特别的高, 而且还是要是通缘的食材。 初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的喝一喝, 容易香化, 更能够调理人的精神状态, 使老骨头越来越有精神越来越有劲了, 能够缘缓骨折的流失, 让老年人能够避免骨折大。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, 有空试一试吧。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,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, 留言转发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